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中共甘孜州第十二届委员会决定 开展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进家庭实践行动 做到助劳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 构建互欠式社会结构 推进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格局 我们拥有着同一个名字 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 我们耕耘着同一片土地 我们创造着同一个未来 我们是生活在甘孜大地的一个个石榴子 我们共同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 走向民族团结进步的时代赞格 目色下的德荣县瓦卡小镇里 三十一岁的洛荣一夕 正在家中和妻子一起忙碌着 明天又是瓦卡镇 每半个月一次的文化赶场日了 洛荣一夕需要准备好 明天去集市上出售的土特产 装完了 装完了 拿个字楼 今天又到了我们瓦卡镇 看他的日子 每次都到了这个日子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呢 拿自己家的蔬菜和蔬菜和蔬菜 和蔬菜和蔬菜都拿到这个地方 人相当地多 也相当地人了 洛荣一夕口中热闹的赶场日 正是瓦卡镇从2021年4月 开始为了活跃乡村经济 实现打造4A级景区的目标 而开展的文化赶场活动 每月15号和30号的赶场日 瓦卡镇的村民和来自云南 香格里拉 基葬和德隆临近县的商家们 都会齐聚在这里 出售鸡蛋 蜂蜜 泡树胶 茶碗 等地方特色浓厚的各种商品 大家还会在歌在舞 让游人和来交易的商贩们 感受瓦卡的民风民俗 使美丽的瓦卡镇真正成为一张 独具魅力的乡镇名片 瓦卡西藏语 意为渡口 是滇葬茶马古道的重要渡口 与云南香格里拉县 德钦县山水相连 近年来 瓦卡镇紧紧抓住地处川滇交界 和香格里拉旅游大环线中转站 这一特殊取伪优势 大力提升旅游业 特色浓木业 和生态能源业 建成着这个富有地域特色的 生态型山水旅游急镇 在这个美丽的小镇里 像洛荣一溪一样的很多村民都盖起了大楼房 经营着一家家漂亮的民宿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我们一家人 父母在健康地享受万年 八万两个在附近的学校读书 我和爱人同时经营着自己的民宿 每年都能接待很多来我 瓦卡镇旅游的游客 然后在每个月干场的日子里 我还可以买自己家的农场品来增加家里的收入 同时结交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 瓦卡镇的文化赶场活动 不仅拓展了当地土特产的销路 带动了老百姓的增收 更是通过商品交易 带动了周边人口流动 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交流 交融 增进了民族大团结 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 团结集市